大幕遭遇到扰 现象却匪夷所思 国军头颅被人用戾气砍掉 他的遭遇竟然和异常 终结了六代近侯命运的叛乱有关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 考古进口崛起之谜 第四集 2007年盛夏 通过对衡水彭果墓地 以及大河口霸果墓地的发掘 考古工作者 对晋国早期历史的研究 豁然开朗 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 西周阶段 竟然和诸多戎敌势力 一起挤在狭小的近西南盆地 史记 晋世家 三百年三百字的记载方式 有可能只是因为无事可记 点渡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和诸多知道 第二天 有其他地方 师傑 也比来 最后 Milliarden 修炆 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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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是2800米 总的面积有11乒乓公里 它的东面 南边是符合怀抱 环抱 然后呢 它那个北边 老远 眺望塔上 所以这么一个地方是北风向阳进水是一个理想的 监督立帮的一个地方 心理学家早就意识到 人的思维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会有什么重要的意识 意识到 杨舌村南台地上的墓葬有助于解密 晋国历史 齐昆章一边回到恒水继续发掘 一边安排人手 对羊舌周边进行钻探 回到恒水不久 钻探队员传来喜讯 羊舌果然大有玄机 钻探数据初步显示 这里不仅也是大型墓地 而且在墓地中央 人们还发现了与北兆墓地和恒水墓地 类似的高等级大墓 靠里边的地方 是大型的墓葬 是国际墓葬 明显是一个继续墓葬 可是 随同好消息一起传来的 还有一个细节 那就是墓葬形制和朝向又有变化 许多年把遗址 是帮墓区 是帮墓区 工墓区 工墓区 也就是说是国际墓葬 是国际墓葬 然后其他的贵族墓葬和平民墓葬 是其他的 不在一起 而在杨舍墓地上 大家是在一起的 在一个墓地 靖国 毕竟是由西州宗室分封而来 它的墓地等级分明 吉昆章所说的公墓区 也就是北兆晋侯墓地 就相当于后世的地灵 埋葬的只有历代国君夫妇 但是 在杨舍墓地 大墓旁边就是小型墓葬 这样的情况反而和彭国 霸国类似 比较有意思的是 北道 靖后墓地的靖国国君墓葬 它都是北偏东的 都是北偏东的 而这个杨氏这边墓地稍偏了点 是北偏西的 自从清理了彭博夫妇大墓后 考古队员对墓葬朝向越发敏感 好在 杨舍墓地虽然略有偏差 但基本上还保持着南北朝向 可是 时代接续 甚至部分重叠 相距又如此近的两块墓地 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多差异 杨舍不会再一次出乎人们的预料吧 2005年7月 结束了恒水一号墓发掘的吉昆章 回到了屈村天马 站在杨舍村南的台地上眺望 他突然意识到 这里的墓葬之所以偏向西方 会不会是为了与北朝墓地相呼应呢 正好是在北朝的 靖后墓地的西东南方向 所以这墓葬就望着那边的墓地 当时我就考虑 这两者应该还是一回事 虽然是不同的墓地 并且藏质发生了变化 但是从整个这个医治来讲 我们应该有一个 大的屈村天马医治的概念 吉昆章认为 杨舍墓地之所以调整墓葬方向 是为了面向祖坟 如果这个推测成立 那么埋葬在这里的 应该是晋文侯之后的 晋国历代国君 在杨舍墓地 钻探数据显示 被盗墓葬位于墓地外围 因此墓地中央两处成组排列 分明属于义学合葬的 国君等级大墓 保存完好 而且他们都是有 两条墓道的中字形 一组是两座的 一组是三座的 并且这两组之间 还有一定的距离 在北兆墓地 虽然多数国君夫妇墓 都是两座一组 但也有六十四号 进墓侯这样 三座一组的情况 为了弄清杨舍墓地的性质 考古队员最终决定 除了清理被盗墓葬 他们的主要任务 还是发掘整个墓地规模 最大的一号二号这一组大墓 虽然已经知道 一号墓在羊舌规模最大 但精确测量得出的数据 却还是让考古队员 大吃一惊 南北墓道再加上墓室 它的前后 前后这个长度 是四十九米多 这是山西先进时期 最大的一座墓葬 那么时代接近 应该是文侯后裔的 杨舌一号墓主任 有什么资格拥有 如此规模的大墓呢 2005年8月初 顾不上已经接近成熟的农作物 考古队员开始同时着手 发掘两座墓葬 我们把域民 这个培产清理之后呢 然后进行大规模的布方 清理掉没有任何扰乱的耕土层 边长六点七米左右 平面接近正方形的墓口 显露真容 这时候考古队员 遇到的第一个遗迹现象 是整个墓坑南侧 包括墓道范围内密密麻麻 总数多达227个小土坑 随着这个墓口暴露出来之后呢 好多这种祭祀坑啊 这些也都暴露出来 集中在大墓南端的小土坑 之所以被判断为后人祭祀行程 是因为从打破关系看 他们明显晚于大墓本身 但奇怪的是 整个北朝晋侯墓地 九代晋侯 从来没有哪一位 能享受如此密集的祭祀 晋国臣民为什么要频繁祭祀羊蛇一号墓呢 面对如此罕见的遗迹现象 考古队员用大量时间挨个清理 他们发现 晋人祭祀一号墓主人 竟然不仅仅是用牛 马 羊 狗 这样的动物当作牺牲 个别祭祀坑里 竟然还出现了人类骨骼 最终考古队员统计 共有十个不明身份的人类个体 被杀死在这里 已经被基本废除了的人训制度 为何又在羊蛇重新出现 是牧主人地位太高 高到远超历代尽头吗 还是晋国臣民 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难题 不得不用如此极端的方式求告祖先 希望得到回应呢 清理完祭祀坑 考古队员开始准备 逐层清理木坑填土 在刮坪第一层工作面时 他们意外发现了一个 难以解释的奇怪现象 听仔细地刮后发现 这个填土里面有很多木炭 有两个木的填土 那都有木炭 并且呢 通过仔细地刮泡平面之后呢 我们能画出一个这样的范围 当时就犯底部啊 就是为什么在这土里面会有木炭呢 早在钻炭阶段 考古队员就知道 羊蛇大墓和北兆墓地年代稍晚的 近候墓葬一样 都是基石基炭墓 可用来防潮的墓炭 应该在果实周边 现在为什么会跑到八米外的木口处呢 当时我都脑子这么一闪念 就觉得这应该是被盗了 某个范围内的木坑填土 存在土质土色上的差异 最大可能就是已经淤满了的盗洞平面 但之前清理地标时 考古队员明明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 土却都是原始的土 原始的地层 这没有被盗的现象 除此之外 让吉坤章还存有一丝侥幸的是 田土异常的范围非常大 面积足有半个木坑 如果这木被盗的话 以往理解的盗洞都很小 通常见到盗洞只容个人上下 墓葬深达十米 盗墓挖这么大的坑 会是个多么大的工程 再说 这样的坑如果是自然淤满 地表一定会有洼地 难道盗墓贼得手后 还花费了时间精力 又运土填平吗 就带着这样的疑问 我们就一直发觉 我们做一点 然后绘图照相 做一点绘图照相 那么刚才所谈到的这种木坛的范围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当然这个曲线有所变化 但是一直往下 发掘持续进行 扰坑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等到接近果市面市 已经波及了整个墓葬 就是这个墓壁里面 几乎到这个就站满了 但是却没有扑合墓壁 这就一直带来疑问 这样的到底 这样的现象到底就是 谁中什么现象 是如何形成的 发掘靠近二层台后 考古队员果然没有发现 果市盖板腐朽的灰痕 哇 这个墓呢是被盗的 是被严重地扰乱了 或者是被严重地扰乱了 这时候已经可以确定 那个令人遗憾的事实了 大墓离奇被盗 耕土层之所以保存完好 是因为倒扰发生 已经是相当久远的一件事 发生得很早 至少在旱代以前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后来看到的 这个墓口上的地层 是旱代的地层 所以至少在这之前 就被扰乱了 继续清理 直到接近墓地 考古队员才真正意识到 大墓可能空无一物 都已经扰动到底下了 青龙气一见不见了 只见到一个小的底子 这个墓有极顶 应该想象中有极顶都不见了 边中手都不见了 直到这一刻 齐坤章还是不敢相信 自己竟然碰上了 如此极端罕见的情形 到底是什么时候被扰乱呢 又是这样大规模的 相当于大接盖式的 整个这个大规模的 把整个的挖出来 然后呢 挖出来之后 又给回天进去了 就在队员们以为 发掘会徒劳无功时 淤土中突然出现了一些 精美的小件玉器 而且应该都是从 一整套玉组配上脱落的 一开始 负责清理果室的队员以为 玉器体积细小 明显属于盗墓贼遗落 但等到开始清理居中的棺木时 他们才发现 不仅墓主人骨骼还在 而且身边依然摆放着 大批随葬器物 其中包括玉祖配 玉皇 玉龙 玉虎 玉神人面相等 精美的玉器 以及绚人眼目的 金带式 金铺手 金箔等金器 木葬几乎被翻了个底朝天 为何玉器 金器 却依然存在 如果是千葬 又为何要留下 木主人遗骨 当棺木范围的淤土 被彻底剔除 考古队员惊讶地发现 骨架上的头颅 竟然也跟青铜器一样 不翼而飞 仔细观察这具残缺的人骨 他们又发现了一个 惊人的细节 木主人的上半身 被斜着切断 如果不是众目睽睽 眼前的一切早已真实发生 考古队员甚至怀疑 自己是不是产生了幻觉 原以为 头颅缺失 是盗墓贼无聊下的举动 但锁骨 胸骨 以及脊椎上 整齐的切口表明 它是被人用力气砍断 此前队员们 在关外淤土中 发现的玉祖配部件 分明就是被波及的那一部分 那么被切断掉部分的玉祺 被扰乱以后扔在 这个 关的外围 国室里面 但是呢 基本上没少 而木主人下半身的玉祺都没有多 带着强烈的震撼 考古队员完成了关墓的清理 最后阶段 一颗头骨出现在果式西南角 从细节分析 它分明就是被人砍下以后 又随手丢弃的牧主人头颅 杨蛇一号大漠的情景匪夷所思 但熟悉历史背景的吉昆章 却在瞬间产生了一个想法 我当时就大胆地得出一个结论 这样的道和扰乱 不是以盗取财物为目的的道和扰乱 也可能是一种专门就破坏行为 就是专门破坏这墓葬 那么如果是专门的破坏行为 谁要这么做呢 与衡水大河口不同 杨蛇墓地属于晋国 确切无疑 一号墓遭到严重破坏 肯定是掌握了政权的敌对势力所为 如果这个势力来自外部 那近在咫尺的北兆墓地 应该也无法幸免 如果来自内部 那矛盾应该爆发于春秋早期 那么我再联想到 在春秋早期 晋国当时67年的敌处之争 史记 近世家 西周阶段的讲述 堪称西末如今 但即使是这样 司马迁还是用了不少笔墨 讲了一个看起来颇为荒诞的故事 沐侯四年娶其女江氏为夫人 七年伐条 生太子仇 十年伐千母有公 生少子 名曰成师 要知道在此之前 近世家更像是一本流水仗 可沐侯生了两个儿子这件事 为何要大书特书呢 接下来 故事讲到晋国臣子表示 这两位公子的名字不妥 老大的不吉利 老二的太霸气 会给晋国带来灾难 公元前七八五年 晋木侯死后 他的弟弟商叔 果然窃据了大位 但是 就在人们以为 晋国将陷入动荡时 仅仅过了四年 太子仇就在国人的支持下 推翻了叔叔的统治 成了叱咋风云的晋文侯 虽然商叔串政是仅仅了四年 就仅仅四年 但是它对后面的影响就非常大 因为商叔串政 它打开了大家的思维空间 西州一直奉行嫡长子继承治 这也是晋人反对商叔 支持文侯的主要原因 次子商叔虽然最终失败 但他的短暂执政 却给后人带来了 难以抵挡的诱惑 于是 很快就有人 也打起了这个主意 公元前746年 晋文侯去世 这时候 刚刚即位的昭侯 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他封给叔叔成师一座大城 据说规模比国都还大 六年之后 羽翼丰满的成师 挑唆大臣攀妇杀死了昭侯 计划夺取晋侯的宝座 但关键时刻 晋国军民再次挺身而出 诛杀攀妇赶走成师 拥立了昭侯的儿子孝侯 公元前724年 成师的儿子庄伯 继承父亲的遗志 再次起兵杀死孝侯 这一次 英勇的晋人 在同为姬姓的 其他诸侯国的援助下 又一次打败了 数族势力 立孝侯的弟弟为恶侯 打这以后 敌数两家斗争升级 多次相互攻击 嫡系势力被一再削弱 公元前718年 庄伯贿赂周王氏 联合多股势力大举进犯 又赶走了恶侯 却被同为姬姓诸侯的 国国制止 庄伯再次失败而归 恶侯的儿子哀侯 掌握了权力 公元前710年 庄伯的儿子武功又一次行兵 可击杀了哀侯后 却在晋国军民的反对下 不得不立哀侯的儿子为小子侯 三年之后 武功再次尝试篡位 杀死小子侯后 又因为遭遇反对 只能允许小子侯的叔叔姬民 为新一任晋侯 公元前678年 武功再罚晋侯民 这一次他用了大量珍宝 贿赂了见钱眼开的周西王 终于得偿夙愿 正式取代了嫡系对晋国的同志 关于晋侯民的下场 文献中没有记载 可是在长达67年的时间里 树系三代势力 前仆后继 或杀或竹 颠覆了六代晋侯的同志 吉昆章之所以把杨蛇大墓 和这段历史联系起来 一是因为时代符合 二是只有在这样动荡的环境下 一号墓中发生的种种极端现象 才能有比较合理的解释 在吉昆章看来 一号大墓不是被盗 而是被毁 毁墓过程不是偷偷摸摸 而是公开进行 它不是这种私人包袱 它是有组织的 在严格控制之下 然后一定是在严格 众目睽睽之下 大家都看着 然后进行那种包袱 并不是在意这种财物 也不允许谁随意去哪里财物 因为目的明确 所以代表国军身份的青铜李器 一箭不留 但对代表个人财富的玉器 金器却不屑一顾 谁能这样做 有可能就是一种政府行为 这是一种政治性的报复 包括杨舌在内的屈村天马 无疑是嫡系的地盘 安葬在这里的 应该是嫡系尽候 多年之后实施毁墓行为的 自然是夺权后的树系 可一号墓主人 如果是招侯 孝侯 哀侯 小子侯等进侯的话 从情理上说 应该不至于死后又遭毁墓 事实证明 毁墓者对一号墓主人的仇恨 甚至蔓延到了他的夫人 二号墓里面破坏的非常彻底 甚至官果都给乱了 而一号墓它官还在 二号墓里面几乎就是形成一个土堆了 我们几乎发觉就没有 没有见到里面有什么头绪 由此看来 一号墓主人在嫡系势力中 一定享有崇高的威望 古人崇拜祖先 每到国家威望都有人主持祭祀 甚至破例使用活人当作祭品 而且密度十分惊人 祭祀多达227次 这和67年敌树之争 晋国频繁遭遇重大打击 完全吻合 树系应该也会把多次功败垂成 算在他的头上 毁墓行为顺理成章 所以我认为 这个杨氏一号墓的墓主 可能是进门口 他们的后代之间数次斗争 那么当过了几十年之后 熟悉这一段完全夺权了 然后可能会对 底细这一段的 这个进门口的墓葬进行报复 吉坤章的这个推测 虽然顺理成章 也能与文献记载相互对应 但却依然引起了学术界的质疑 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还是来自 北兆晋侯墓地 已经确认了的 九代诸侯大墓的具体位置 如果我们确定 杨氏一号墓葬 是进门口的墓葬的话 那么就客观上带来了 北道进门墓地 最后一组墓葬 是谁的墓葬 尽管在吉坤章看来 通过招募制度和年代顺序 确认的进闻侯墓并不能算 盖棺定论 但既然提出相反意见 总要给出合理的解释 如果进闻侯没有安葬在北兆 那时代最晚 已经进入春秋时期的 九十三号大墓 墓主人又会是谁呢 在考古资料尚不充足的情况下 对历史真相进行推测 是学术界常用的方法 当然 九十三号墓主人的疑问 并不是非此即彼 吉坤章之所以提出商书说 是因为这组进门大墓 的确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疑点 在九十三号墓 这组墓葬里面 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 其他的晋侯和佛能墓葬都是带墓道的 但是呢 102这座墓葬 却和其他的差别太大了 它仅仅就是一个数学土框墓 但是没有墓道 102号国君夫人墓不仅没有墓道 而且墓口面积也是十九座大墓中最小的 北兆晋侯墓地九组十九座国君等级大墓 为何到了最强势的敬闻后 夫人墓却如此寒酸 查阅文献 他的夫人同样出身齐国僵士 而且颇有贤名 不存在等级不足的问题 反而是商书由于身份尴尬 没有文献记载过他的夫人的情况 吉昆章怀疑 商书乱政毕竟是晋国发生的第一次内乱 而且也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 因此晋文献很可能采用了怀柔手段善后 把商书安葬在了国君墓地中 除了102号夫人墓形制过于特殊 93号国君墓本身其实也存有疑点 93号这种墓葬里面出土有 晋书家父器 所以其实也有很多学生认为 这种墓葬可能就是商书的墓葬 晋书家父字样名文 出自两件同方湖 虽然它们是93号墓中仅有的清晰线索 但当时的主流意见却认为 既然是出自晋侯墓葬 那么这两件器物应该是墓主人收到的礼物 所以也有可能 北朝清后墓地最后一座墓葬是商书墓葬 如果这个结论能成立的话 那么杨舍的一号墓 就可能是金门后的墓葬 有什么必考核 墓葬 金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修墓葬才对 2006年10月 两座大墓的发掘终于结束 羊蛇墓地也被纳入了 区村天马遗址的范围 为了保护地下文物 考古队最终没有发掘墓地中的其他墓葬 因此很多疑问暂时还无法所解 在羊蛇墓地发现两组墓葬 一组是两座 一组是三座的 那个那组始终还没发掘呢 始终没发掘 那发掘之后如果说时代也是这个春秋早期这一段的 那为什么在这才有两组墓葬 这个都是疑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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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